诗篇第三十五篇 耶和华 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作战的 求你与他们作战 求你紧握大小的盾牌 起来帮助我 拔出毛枪战斧 迎击那些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说 我是你的拯救 愿那些寻所我命的 蒙羞受入 愿设计陷害我的 退后羞愧 愿他们向风前的康辟 有耶和华的使者驱逐他们 愿他们的路又暗又滑 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 因为他们无故为我暗设网罗 无故挖坑要陷害我的性命 愿毁灭在不知不觉间 临到他身上 愿他暗设的网罗 缠住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遭毁灭 我的心 必因耶和华快乐 因他的救恩高兴 我全身的骨头都要说 耶和华 有谁像你呢 你搭救困苦的人 脱离那些比他强盛的 搭救困苦和穷罚的人 脱离那些抢夺他的 强暴的见证人起来 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 他们对我以恶报善 使我孤苦无依 至于我 他们有病的时候 我就穿上麻衣 进食刻苦己心 我心里也不住地祷告 我往来奔走 看他们像自己的朋友兄弟 我哀痛屈身 如同哀悼母亲 但我跌倒的时候 他们竟聚集一起欢庆 我素不相识地聚集一起攻击我 他们不住地欺凌我 他们以最粗鄙的话 讥笑我 向我咬牙切齿 主啊 你还要看多久 求你救我的性命 脱离他们的残害 救我的生命 脱离少壮狮子 我要在大会中称谢你 我要在众民中赞美你 求你不容那些 无理于我为敌的 向我夸耀 不让那些无故恨我的 向我急眼 因为他们不说和睦的话 却计划诡诈了事 陷害世上的安静人 他们张大嘴巴攻击我 说 啊哈 啊哈 我们亲眼看见了 耶和华 你已经看见了 求你不要坚默 主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神 我的主啊 求你激动行起 为我深渊辩护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求你按着你的公义 判断我 不容他们向我夸耀 不要让他们心里说 啊哈 这正是我们的心愿 不要让他们说 我们把它吞下去了 愿那些喜欢我遭难的 一同蒙羞爆愧 愿那些对我妄自尊大的 都披上惭愧和耻辱 愿那些喜悦我 冤屈昭雪的 都欢呼快乐 愿他们不住地说 要尊耶和华为大 他喜悦他的仆人平安 我的舌头要述说 你的公义 终日赞美你 请不吝点赞美你 请不吝点赞美你 请不吝点赞美你